这个不管是咱们这行业还是哪个行业 其实这一句话非常的重要 不准欺失灭走 其实说的就是心要正 尊重我们的前辈 尊重这个行业 无论哪个行业 不准欺失灭走都很重要 郭老师借团宗敲打徒弟 将德云社班归悉述到来 不准狂妄无耻 这个就是提醒我们 我们就是普通的相声艺人 我们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人 师傅解释最多的是 不准狂妄无耻 这点符合如今德云社的现状 你要深知自己没什么了不起 就算身后有大堆的粉丝追随了 但依旧要保持平常心 师傅说着徒弟们听得特别认真 班归中就有这么一条 也许大家都不太熟悉 这个是最不应该的了 你们记住了 吃空瓦相就等于是无耻 简单来说便是 不可以占观众便宜 不能觉得观众有便宜可证 德云老粉都知道 早些年曾有位演员 也许出于炫耀显摆的心理 带着观众去后台参观 在被发现后 德云社方面做出了开除处理 演员把观众带后台去了 就是在没有演出的情况下 他私自跟观众联系 坐那聊天 聊完天之后 然后带你上后台看看 然后就上后台看 这是什么 这是什么 对后来这个演员就被开除了 也许平日里 郭老师看起来和蔼可亲 但触及底线的事情 一定不能做 不然等待你的便是开除处理 此时此刻 郭老师哪像一般之主啊 郭老师弄两盘 写的是什么 一个是不准带酒上台 那你说一个 咱们这带酒上台的典范吧 哎呦 这个不好说呀 当孟孟捧着 不准带酒上台的牌子 来到师父面前时 郭老师心头一技 给于大爷挖坑 让孟孟说出 德云社曾经带酒上台的人 一边是师父 一边是干爹 孟孟陷入了两难之地 郭老师哄骗自家小徒弟 这有一个 十分钟的一个时间块 如果答对的话 总是十分钟 就可以把表调回来十分 第一让他说出 于大爷的醉酒分合万 酒席的小眼睛 偷偷瞄着大爷 看大爷反应 于大爷当然知道 搭档打的是什么主意 鼓励孟蒙孟大胆说出来 我举报 你说吧 就一会儿都退回去了 我干爹呀 我干爹有我意思 你老家的那个干爹 不是 就是现在的干爹呀 孟蒙供出大爷之后 郭老师还不忘替自己邀功 出了点 是谁力挽狂澜了呢 跟着您呢 也许此时 师父忘记自己是班主 就是一个搞试经 德云社醉酒分合万 太火了 没有粉丝不知道 余大爷也成了德云社 成立至今 唯一一个敢带酒上台的演员 不得不说说炳哥了 然后甚至有的演员吧 我也别说是谁了 咱不提是谁了 甚至有的演员吧 当时让炳哥说的事 就是骂哭了都有 然后一下来炳哥就给你 在那 别动 是什么玩意儿 不是哥 这哪哪问题 你心情 你对吗 你昨晚都对吗 都对吗 你哪哪哪使得不好 为什么 为什么没想 你哪块你这么实 那饭不想 怎么怎么都会跟你去说 都这样 那都这么过来的 也许郭老师没有这么说过他们 炳哥却真的说了 老五队刚刚成立时 烧病逼着大家提高业务能力 演员下台第一件事情 就是挨骂 心理承受能力不行的 能给你骂哭 熟悉德云社的都知道 演员台上有个表用来计时 演出超时一定罚款 可后来炳哥发现 罚钱不好使了 就开始罚活 这就好比工作迟到罚钱 你不在乎 那就罚你多加工作量 老五队就是这么被锤炼出来的 炳哥91年 五队成立时间 2014年 当时的烧病才刚刚23岁 刚刚成立时 队力的成员是从青年队调过来的 这些人后来都活跃在小园子里了 年纪轻轻的烧病 带出了一个神仙队伍 也许 总有人提起烧病 便是讨厌 但只要多了解炳哥 你会发现 工作中 炳哥是一位尽心尽责的队长 生活中 他是一个暖心大哥哥 不然 你以为为什么郭老师提起烧病 都是欣慰的表情了 我们下期见